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赖清德的话说 祝贺十九大胜利召开 给我非常异样的感觉 就是说不上来的一种味道 而十九大的开幕 这个习近平三个半个三个半小时的讲话 江泽民 胡锦涛 江泽民坐左 胡锦涛坐右 所有退下来的还活着的政治局常委 全都出席了 在讲话 习近平讲话大概进行了十分钟左右的时候 他先盖了一个帽 他讲话中先盖了个帽 盖这个帽呢 就提到了四个全面五个建设 提到了这个中华民族复兴梦 提到了什么这个全面小康 提到了依法治国和这个 叫什么从严治党 这些这个大帽盖完之后 镜头呢 人家都很专业 镜头就先切到了江泽民脸上 胡锦涛 逐过来的江泽民 胡锦涛 这个李克强 张德江 这个做法2015年2015年的大阅兵 9月3号大阅兵 同出一辙 基本同出一辙 这是相当有趣的一种故事 但在整个那个会场上没有看到罗干 我没有 在他的影片中没有看到罗干 李克强主持会议 他说实际来的人是2280个 差了七个 代表差了七个人 那他的获得代表的人数呢 是2287个 所以这七个呢 他没解释 他说是 你看他解释了 他说有人有事 或者请兵驾 这有事呢 这事就 什么事比党代表大会重要啊 所以这个有事不知道是谁 但是这个病驾 病了 说这个有情可原 所以罗干没有出现 罗干在里面 但他罗干的名字出现在中共的这个 这次党代会42人呢 大概42人主席团常务委员当中 那江泽民的出现呢 让大家很多人可能就因为前面有舆论在讨论 我们也讨论他 我们也曾经摘选过 就是到底他能出现不出现 这是个标志性的问题 就是是一个习近平的权力的标志问题 和他跟江泽民之间对垒的过程 那我们在原来的节目中有谈到过 大概一个半星期之前 所以在香港媒体 海外这个美国媒体 台湾媒体都有讨论 说如果江泽民真的出席的话 他将是最尴尬的一个 因为习近平五年来最大的成就就是反复 就是反复 所以认为他是最尴尬的 那讨论上是这么来的 所以在讨论出席不出席的时候 到昨天的时候呢 其实这里面缺少一个常识的认识 缺少一个常识的认识 刘少瑞 香港的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在接受苹果日报专访时 是在19大召开之前的一份一篇讨论 他很确定说 他说江泽民胡锦涛 只要他不死 爬一点爬去 他就这么说描绘 他说这是中共的传统 这是中共的传统党的规矩 习惯和这个要求 所以江泽民愿意不愿意 他没选择 做个对比 李锐是102岁的老人 毛泽东的命书 原来的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 他获得邀请 他是一个获得邀请的人 但他明确拒绝了 他不是代表中的人物 他不是一个他过去的官位不是常委 但是现在出现的人当中都是常委 政治局常委的人 历史上的常委还活着都必须出来 包括宋平也出现了 包括贺国强 贺国强是我们知道明确是遭到中纪委的盘查了 曾庆红明确遭到了王岐山和赵乐际代表中纪委 代表中组部跟他的谈话 但他们同样出席在主席台 所以这里面出现一个常识问题 就是在媒体中 大家在过程中 从媒体的角度 愿意去探讨这些极具吸引力的话题 但是确实都忽视了一个问题 这是中共党的党规 中共党的纪律 所以江泽民只要他活着 爬也得爬去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变成了简单了 但是呢 只要他不被打下来 就说明习近平今天的权力如何 这也是事实 BBC的报道呢 文章题目是怎么说的 那我们就只看评论了 因为时间的原因了 BBC的评价 新时代新思想还是重复老化 所以在他的讲话中 没有任何新意了 被人们认为 他显示出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 但只提出的是口号 没有任何新理论 36次提到新时代 多过13次的中国梦 那新时代就比较实在了 就是说后面五年 被他誉为叫新时代 那有了新时代才能有中国梦 对吧 这个比较实际 什么叫新时代 全面小康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时代 全体中华人 你奋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 我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 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后面这个我觉得就下扯了 你有前面这个后面就有了 但是已经在后国 这两天三天节目当中说了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中华民族从宣言福西五千年 从我们说的周易 有着具体历史的记载 三千五百年 从孔子 从这个老子的年代算 两千五百年 那就是有 从孔子算 我说的意思就是 人以理之信 对不对 我们算到今天 两千年 两千五百年 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猴的理论 对不对 两百年 他是一八几几年 从马克思出生 用两百年的外国人的东西 去实现 去扣上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传统 砸中 怎么实现 如果用共产党的理论 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话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罪恶 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我也是跟大家解释过 在开会之前 他不说话之前 大家都是猜 但他的说法 很多概念全都不一样 对吧 有关习近平思想的说法 大家讨论各具特色 什么样都有 怎么样讨论都有 说有冠名的 有不冠名的 但今天他拿出一个全新的说法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 是全党全国人民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根本没有任何创新的 对吧 所以不要为习近平思想抱什么希望 邓玉文 这是最近相当活跃的中国国内的一个专家 四个新 新时代新思想 新目标和新精神 所以这个说法 我刚才说了 你可以不对习近平思想抱有任何想法 但是呢 他前面有对军队的整肃 和大阅兵的概念 对军队的整肃 就令人不得不怀疑 他是说一套做一套 说的时候 他还没做呢 就把你们全稳住 等做的时候 把你们脑袋砍了 这保不齐的事 张立凡 新时代是为了强调习近平的时代 为了今后 他继续长期拥有权力 他就像当初毛泽东说 让中国人民站起来 邓小平说 人要富起来 然后他说 他要强调起来 所以在他认为 面面俱到 跟中共的文件差不多 我个人感觉也是 所以 这是一个葫芦 这是一个葫芦 卖的什么药呢 你能够对比的 我几期节目 最近几期节目都提到 我说你能够对比的 就是2015年的 9月3号大阅兵 大阅兵的时候 他把这些人全弄上去 你看起来是一统的 没有什么改变的 当时他大阅兵提出最新的一个说法 就是第一 他选择的日子 选择了当时中华民国 接受日本人抽象的日子 第一 第二 他当时突然提出了裁军 这是当时大家听的 就是比较奇怪的事情 而大阅兵之后 他建了马英九 出访了美国 那这一次的他 十九大结束之后 他即刻又建的是川普 可是他建 在2015年建完美国 建完这个 马英九之后 中华民国总统之后 他长达近两年的时间 对军队的改革 那不叫改革了 军队的大整肃 上将中将 全回家吃瞎将了 对不对 这是我们看到的 所以你在2015年 大阅兵时 他的表现 你绝对看不出来 2017年今天军队的状况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